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那时我生活在一个小山村 红军长征离开村子的时候 我才16岁 我哥哥和村上的许多小伙子一样 都参加了红军 又和红军一起参加了长征 离开了村子 我 桂嫂 雅姑 二妮 和村子里的乡亲们一样 天天牵挂着参军离开家乡的亲人 盼着红军早点回来 我说不让你来吧 这么大的肚子 连腰都弯不下 就是啊 还能够到脚尖吗 那每天怎么穿鞋啊 我来吧 不用不用 我自己能来 我自己能洗 我来 你看着你起来着急 衣服 我的衣服 这点好了 通报喜喜得了 是Jazz里的声音 你干什么电脖子 谁也不要想到 就是这几声轻响 夺却了我的亲人 也成立改变了 我的自身 多多 多多 快醒醒 多多 来 喝口药 娘 苦 乖孩子 喝着身上就舒服了 乖 就在这一天 白匪到村子里 搜捕红军家属 我的爹娘 被他们残忍的杀害了 我和贵嫂 雅谷 二妞几个人 因为不在村子里 侥幸逃过了这一劫 哎 这孩子太可怜了 生生的给吓成这样 你们说 他爹妈都死了 他可怎么活呀 他 这群狗日的白匪军 不得好死 哎呀 你轻点 俺是有把枪 去把这群王八蛋 全都干掉 去向你们报仇 你小声点 别把兜兜吵醒啊 还报仇呢 咱们的命啊 都快保不住了 那我就跟他们拼了 拼什么拼啊 今天咱们 好不容易躲过一劫 你还想去送命呢 谁 贵嫂 我是黎英 快开门 女儿 快进来 快进 什么时候了 你还乱跑 你也不看到 这什么时候 贵嫂 我刚从老村长那过来 老村长说 这白匪在村子里 安插几个狗腿子 专门打听 谁是红军家属 今天 也不知道谁说 多多他哥是红军 就把他爹娘里杀了 这群丧尽天良的 王八蛋 不仅是多多 咱们都被告密了 我不想死 我也不想看着别人死 贵嫂 咱们走吧 现在就走 走得越远越好 我在这里 多待一会儿 心里就发慌 怕死鬼 亏你还读过几天书 这寨子 是待不下去了 可你们说 咱们几个女人 能去哪呢 都怪那些男人们 他们拍拍屁股 跟着红军就走了 是我们女人在家 就连我们死活都不管 你等着 跟着红军抗拳打仗 那是为了救群面下的老百姓 是个男人 俺也跟着去 咱们去找红军吧 咱们可以跟着红军 沿路他土豪 分田地 好好地收拾收拾 那些地主老财和白费军 想得倒容易 你以为这打仗 跟你们编罗裤 那些点那么容易啊 会打枪吗 就啥男的 男人能学会的 俺也能学会 行吧 你俩别吵了 找红军是好啊 找到红军 咱们不受欺负 可是红军在哪呢 咱们去哪找啊 再说雅姑还大着个肚子 我看这样吧 明天啊 咱们都会娘家朵朵 先送雅姑回去 二女和朵朵跟我回去 林莹 你回你爹的裁缝店去 贵嫂 哎呀 听我的 赶快回去收收收拾东西 好 来了来了 快点 人到齐了 哎 你早穿得跟新娘的似的呢 我要去找男人 走吧走吧 清晨 我跟贵嫂她们悄悄离开了村子 准备躲到雅姑的娘家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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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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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歇会吧啊 哎 哎 累坏了 走 累快了吧 多多 累死我了 这总算走出了寨子啊 心里面踏实多了 累吧 嗯 来 吃个果子 比一样 吃果子 二妞 哎 给雅姑拿一个 给 嗯 雅姑啊 回来拿点 好好的补补身子 给你男人生个大胖小的 哈哈 他就喜欢男娃娃 长得跟她一样黑 一样结实的男娃娃 哈哈 哎呀 姑 你家男人一回来 看见你给她养了个大胖儿子 还不定多高兴呢 到时候啊 你们再养点鸡鸭 养头水牛 种点水稻 你们那好日子 不和雨后的竹笋一样 蹭蹭地往上冒啊 就是就是 老师啊 再生一个儿子 再养几头水牛 再养几只鸡鸭 这小日子 别提多滋润了 就恕您的嘴皮子利索 行了 赶快赶路吧 要不然啊 赶不上雅姑娘家的饭了 走吧雅姑 来 怎么了雅姑 这还舍不得姐妹们 吃你家的饭啊 贵嫂 我不想回去了 为什么呀 都走到这儿了 我知道姐妹们 这么辛苦地送俺回来 是为俺好 是为俺肚里的娃好 可是 俺一路这么寻思着 现在这么乱 白匪军到处抓人 俺倒是无所谓 还不想连累俺娘 也是 这个结构眼上 咱们平白无故的 全回了娘家 太招人了 万一被狗腿子盯上 娘家都要跟着遭殃 那这咋办 寨子回不去了 娘家也不能去 天气这么大 就没有我们几个女人 容身的地方了 你竟说丧气话 俺就不信 连条红路都没有 俺还是那句话 咱们去找红军 你们想啊 红军在的时候 咱们人人有饭吃 家家有地中 那日子过了 别提多舒坦了 乡亲们都挺着了腰杆 响当当的狗路 那像现在 俺可不想像黄鼠狼一样 在东走西堂了 你头脑也太简单了 卖这一道山 连这一道山的 你到哪找红军去 这有山南的 不就是那几道山狗狗吗 是不是只要找到红军 就能找到俺男人了 那你去找红军 俺要让俺肚里的玩 剩下来第一眼 就能看到他爹 只要有他爹在 俺心目就踏实了 俺也要去找俺哥 让他被俺的俺娘报仇 看来小活命啊 只有找红军了 找到了红军 咱们什么也都不用怕 不给娘家人添麻烦 咱们找红军去 现在就走 走 事已至此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但是你们要找不着 可别怪我当时 没提醒过你 就这样 大家决定 一起去找红军 虽然我们谁也不知道 红军在哪里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找到红军 我们这些女人家呀 心里只有一个信念 就算走到天涯海角 也要找到红军 找到我们的亲人 这好我们出来一趟 干嘛那么着急忙慌的 我的大小姐 咱们现在是去找红军 你慢慢悠悠地走 红军马又能找到啊 那照咱们这样走下去 你说红军马又能找到红军 咱们是不能这么凉眼 阴红黑的瞎掌 咱们得找个人问问 红军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个鬼地方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咱们先走走吧 说不定前面能碰上个老乡 对 走 贵总 这好像不太对劲吧 你说这大白天呢 门都关着 街上也没个人啊 大家都小心点啊 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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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总 我害怕 哎呀 多多 多多 不怕啊 不怕 姐妹们都在这儿呢 不怕啊 不行 安要回去 怎么了 太胖了 是谁刚才知道找红军的 安哥没有你跑得快 你 哎呀 行了 行了 别吵了 贵嫂 安要回去 把那些红军家属安葬了 你就不怕 安不怕 安让他们看看 咱们红军家属 是吓不倒的 不行 这要遇到白肥军怎么办 这可不应丑能的时候 我不去 贵嫂 还是你决定吧 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安可做不了主 这样吧 以前啊 红军住在俺家的时候 遇到啥事都举手表决 今天咱们也来个举手表决好吗 同意的举手 贵嫂 爱迪爱闹 都让白肥子害死了 这种感觉不最清楚了 你别担心我 我去 现在我们都生的一个是蚂蚱 你们都走了 把我一个人扔在这 我怎么办 我不跟着你们 你能行吗 那行 咱们现在就走 走 慢点 你不能走 是没用 信给红军家属丢领 就你这样呢 还找红军呢 我们不是去找红军 而是去找男人 不像有些人 这兔子跑进和尚庙 冲树 是谁呢 贵嫂 行吗 你从哪来的 哪来的 这可是俩亲手 被人家大圈做的 给你带一带吧 想着买 这只有红军才能带 没开门 谁稀罕 这太危险了 咱们赶快走吧 看来这条路是不能走了 是啊 咱们走小路 走白斐军 不会走到山路 带你挂我衣服 带你挂我衣服 怎么了这是 哎呀 我说你和树枕就要什么劲 你看刮破了的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好好的衣服 都被他给刮破了 再想结婚的时候 大条给扯的不能 你说你能不心疼吗 你呀太没经验了 出远门哪能穿新衣裳 改名把它换下来 我跟你绣朵花 宝宝和新的一样 疼吗 没事 好了 出来了 出来了 快走 还是你对我好 你看你这话说的 咱们都一块出来的 哪有谁好谁不好的 不好咱们能走到一块 来 贵嫂 我第一次在山里过夜 很害怕 哎呀不怕 咱们这么多人呢 怕什么呀 这会不会有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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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傻啊 好厉害 你想吓死我啊 你这样真的会把狼招来的 哈哈 你看这样的吗 啊 啊 看狼来了吗 没事 没事 狼怕火 他们不满过来 哎 其实啊 我真见过狼 就那么近 就在暗眼前 当时可把我吓傻了 暗笑 这下完了 肯定被狼吃了 就在那时 铁柱哥出现了 是他救了 那时 第一次见到铁柱哥 这一夜 我又梦见了爹娘 二妞 林英 桂嫂 雅姑 也一定在想着 他们当红军的男人 红军到底在哪里呀 他们又在哪儿 过的这一夜 大家歇会吧 哎 多多 这坏了吧 我不管 来 你不吃 小姑 这哪儿来的 那边山上摘的 拿着个垫的垫的 那点干的 得留个哑哭 拿 我娘 俺不吃 哎呀 别那么心事重同的 会找到红军 会找到你男人的 这从江西 都走到贵州了 连红军窑也没看见 准备等到 俺找到哪儿男人 你先累死了 瞎说 老天爷 哪能让你那么 顺的小媳妇 累死了 哎 说说 如果找到红军 找到你男人 你去想干啥 说真的 说实话 都知道 俺和大全是败了堂的 可你们都不知道 俺们根本就没有 结婚那天晚上 他匆匆忙忙 跟着红军就出发了 就跟俺留下一句话 说就会回来的 等俺找到他呀 俺第一件事 就跟他给俺个孩子 好像雅姑那样 等有了孩子 就好像大全 每天都在俺身边 跟俺一起呼吸 跟俺一起快乐 别说是累了 就是再苦 俺也值得 俺说完了 你呢 俺都等了他六年了 他长成啥样 都别忘了 俺还记得 他左脚上 有一块斧头 砍伤的疤 俺把俺姑姑婆婆 都养老心中了 给你把他等回来 俺想了 也许这个人啊 哪一天 没头没脑的 也就回来了 也许 也许这个人 就没了 谁知道 哎呀 哎呀 就想等他回来 给他做双可笑的鞋穿 哎 哎 进来吧 这是个看地的棚子 好久没有在屋里待过了 哎 我去给大家招好吃的 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睡一觉 哎 哎 去吧 用不着你 这么懂事 也不 快过来休息一会儿 来 哎 对嫂 嗯 你们也休息会儿 哎呀 你大这个肚子 比我们都累 哎 哎 别动你 热坏了吧 东东 快看 你找到什么了 哎呀 是的 还有黄瓜 我去一个 董于世 你叫这哪来的 多多 给你他 吃你的 一二 哪来的 你在那个菜园子捡的 也不知道谁扔在那的 你知道吗 你叫叫套 干嘛 男人说 红云园的纪律 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咱们是红云家属 可你呢 你像个村妇 你才第一道村妇呢 你读过几篇书 你念过几个字 你来教训我 你男人 那是你男人吗 他娶过你吗 不害臊 二妞 你看看你自己像不像的女人 没有一个男人会喜欢你 哎呀 你胡说 你胡说 哎哎 别吵了 别吵了 你们俩天高云地火了 啊 还是全市的冤家 都别吵了 别动 哎 哎 你觉得有个味儿吗 有什么味儿 大妹子 这什么地方 乌江呀 再往前 就是四川的 嗯 这里也只有点西州了 你们将就吧 大妹子 够给你添麻烦的了 谢谢 谢谢 有八个月了吧 这快要生了 做雨人真不容易啊 谢谢啊 谢谢 你们呀 来的真是时候 红军昨天刚刚从这里过去 红军 真的 这里干嘛 他们今天一早 就从这儿出发往西边去了 连土豆都没吃一个 呀 哈哈 不拿群动 一针一线 他们连窝棚都没进来 花园子里一脚都没有踩到 那些年轻的孩子们 就在路边树下 靠着大树睡了一宿 太好了 我家找到我哥哥了 你们快吃吧 吃完了再带点走 招待了红军家属 也是我的光荣 嗯 谢谢大妹子 谢谢 哎 怎么又走到这儿来了 是啊 刚才我们到过这儿啊 那怎么办呢 咱们往哪儿走啊 金星月子 我们该怎么办呀 怎么办 怎么办 你们不都是一个个 满肚子准主意吗 那好 谁告诉我 该怎么走 该怎么走 真可笑 一群纯女人 没事干来找什么红军啊 现在红军远都没找着 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 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能干的 就在家生孩子养猪 放牛重铁 没有人逼你来 是你自己哭着喊叫的逃命 要不是俺们 你早就没命了 行了 少说两句吧 这不眼瞅着 离红军越来越近了呢 那好 我不用你们管我 我自己走 哎 你走啊 裁缝店大小姐 小心被狼叼走 你少说两句 李一样 贵子 李一样 哎呀 不就堵个气吗 消消火 消消火啊 你别拦我 咱们找红军希望 根本就没有 我看 咱们还是各走客的吧 李一样来那走 李一样 放手 我来走 快 快 快 巨大的 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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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李一样 啊 啊 啊 我说什么来着 你不要让你瞎跑 我们终于找后面去了 连长 我先要发现几个女人 大长 这哪来的婆娘 这不是当活马的吗 大长 请找几人把那屋脚相保护起来 快 乱走 就这样 我们在战火中找到了红军 大家别提多高兴了 和红军在一起 就像回到了家 心里踏实多了 一路的惊吓和辛苦 全都跑到了九霄云外 这姿势真标准 真带劲 这和红军战士 更有精神 别动 这是枪 是你能动的吗 搞不好 会出人命呢 给 还没摸 还没摸着呢 对了 还得抓着男人去 怎么把这种药是弄了 还得出来了 还得出来了 …! 大乔 林药 林药 大乔 我可以找到你了 乔 是我 给杀黑了 小 笑什么笑 真没见过婆娘心动男人的 是你朋友 害什么 你们猜怎么样了 怎么样 找到人家大全了 真好 快说说他怎么样了 好着呢 真杀黑了 也瘦了 可今是真的 真简直 真羡慕你 陈长让我告诉你们 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了 请你们明天一早 尽快离开 离开 我们家大乔就在这 真的让人离开吗 我们几个女人来找红军 容易吗 咱们找红军来干嘛来了 不就全会活动吗 俺看 这就是这小部队 他们肯定去追赶大部队 咱们已经找到亲人 就一定跟着他们 就是 还要找个哥哥呢 还没找到暗男人 咱们不走 咱们啊 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 你看 你只好他们家男人 走路都轻飘飘了 那是 这俺知道 人家大乔 还真在前面走呢 让我走再也 我也不嫌累啊 丽莹 俺真羡慕你 你说 他们要是再让咱们离开 可怎么办呀 别离他们 这山 是他们开的 大路通天 他们能走 我们就不能走 就是嘛 我觉得 他们想让咱离开 一定是现在太麻烦了 他们拖后头了 咱们啊 一定不能做脱油瓶 一定都帮他们做些事 对啊 咱们可以给他们洗衣服 做饭 这样等到革命胜利了 咱们也有份功劳啊 对 我还可以洗碗 剪柴打猪草呢 行行行行 他以为他喂猪呢 不行 这怎么能放在一起呢 这样 先放这个 再放这个 再放这个 来吧 来来来 弄了干啥 盐呢 你们看 这好像是大小家婆娘 是大小家婆娘 没错 就是大小家婆娘 今天给你们做饭 我说大小家婆娘 我们什么时候能吃下饭呢 快了快了 买饭就好啊 你说了 还能会让咱们留下 你几个 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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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能了是吧 到部队来造饭洗衣服 首长 我们就是想当你们点忙 对啊 我就是来求求各位姑奶奶 别再添乱了 我命令你们 明天都给我找人 哎 等一下 俺是普通老百姓 你平常命来啊 就是啊 在这儿 我就说了算 啊 他没法活了 这都说你们红军 是保护老百姓的 俺这大佬远来 投奔你们 你们大好 爸这是往火坑里推 这往死里赶啊 你 你们这叫戒死不久 你们懂吗 啊 不活了 啊 你们别哭啊 连长 你看 男人大这个肚子 容易吗 你就这么狠的心 你不会乱 也得为了人 独立这苦命的孩子吧 你让人娘俩去哪啊 连长 寒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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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让白飞给吓死了 你不让我去找哥哥 好痛快 寒军 寒军 我们可是红军家属啊 这寨子里头 都算差我得搞清洗 我们真的是没有活路了 我们才来找你 你们要是不收留我们 我们真的没有奔放 好了好了 大家都不要哭了 连长不是那个意思 他也是为你们好 跟着部队更危险 说不定啥时候遇见白飞 到时候哪有人保护你们 首长 俺们也能抗你打仗 俺们也能打白飞 对 俺们也能打白飞 对 首长 俺能洗衣服 能做饭 能给你照顾伤员吗 我还能洗碗 检查打猪草 我还能烧水呢 连长 求求你了 就让俺留下吧 让我留下吧 嫂子我是胡椒蛮缠 告诉你吧 明天都给我走人 不管你说啥 横竖一朝夕 俺们跟到底了 贵嫂 你住宅吧 贵嫂 贵嫂 咱们跟到底了 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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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朋友找你呢 我还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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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全 你啊 你怎么想要孩子 给我一个孩子 这也是不对 吹点影响 大川 你走了这么久 你都不想我 不想自立 不想你 啥不论呢 哪来的不想啊 大川 你今天怎么又来吃饭了 饿不饿 困难说出口 你知道今天干啥了吗 你让我们整个年的战士 比平常开饭 把它半个小时 一顿饭 就让我们整个部队 半个月的演 你知道人在部队里 是什么吗 那就是命 还有多少个受伤的战士 正等着用钱 来清洗伤口呢 你把我们脸都丢尽了 大川 我错了 我改 还不行吗 来 这可让一针线一缝的 不得多有个发 没事在家多给几头猪 做什么样子 你又没良心的 我不是这意思 大川 那你别走 排着我心跳 不行了 明天一早 不对还要感动呢 他动了 小姑姐 他动了 是啊 他经常踢我 想你的家男人了 放心吧 找到大部队啊 会找到你的家男人的 啊 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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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俺男人 你们不是订过婚吗 其实 俺们根本就没订婚 是俺一向寻愿的 你应说的对 笑人这个样子 不会有男人喜欢 别听他瞎说 这么年轻那么漂亮 肯定有好多男人 想娶你当婆娘呢 哎 那他干啥不敢订婚 他呀 他是想保护你的安全 贵嫂 嗯 他要真这么想 俺等他一辈子都行 嗯 哎呀 哎 哎 哎 天真走了 贵嫂 这怎么办呀 安哥刚找到人家大拳啊 大拳 大拳 哼 不就是想甩开咱们吗 没那么容易 看着火队应该没走远 开灯快追 快点快追 快收拾东西 快点 excav 作词 小龙 你看 你快点 bail 乩 �י 我 中国 烩 兰 兰 兰 unfolding 兰 Dat 这几个女人呐,真太倔了 爸爸连长,你看 看什么看啊,不就是你个婆娘吗 连长你看,那还有个大夫婆呢 知道还傻愣着干嘛 是,笑什么笑,去 我们都是红军家属 不是红军的累赘 大家都想着 能为战士们多做点什么 我们要让战士们看看 女人家也能干大事 大圈 喝水 累死我了 你再让我走半步啊 我也走不动了 哎,连姑 哪有羡慕你啊 你看看你 和谁都攀呢 连两个可是两个人 会有本事吗 让大圈背着你啊 不稀罕 啊,贵嫂 好,好,好 马上好了啊 忍得点,马上好了 贵嫂 你说 这这么疼 这男人们咋都受得了呢 好了,好了 哎,他们的脚伤 都是一层一层的老姐呢 这男人们真行 真没看出来啊 这几个婆娘还挺能吃苦的 嗯,想要跟着队伍 这吃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他们也挺不容易的 看着他们啊 还有一点上家了 你是想婆娘了吧 这没有男人在家 女人就没了主心肚 这女人不在身边呢 男人这心里啊 也总是空了 这走上他们跟着部队 不是回事啊 是啊 就把他们交给地方上的同志 照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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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行啊 贵嫂 快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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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嫂 你别笑话 俺刚才梦见俺娘了 他好吗 俺娘早就死了 可是刚才 俺一闭上眼 就又看见俺娘了 俺看见俺娘 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可是俺就是不知道她在哭啥 别瞎想了 早点睡吧 啊 贵嫂 俺不骗你 俺刚才 梦见俺娘 摸着俺的头 说俺又长高了 这位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啊 俺娘叫俺大毛 大毛兄弟 你看这样好吗 等打了胜仗回家以后 俺让俺娘说你当干儿子行吗 真的吗 真的呀 那 那也有娘了 是啊 快躺着 大毛也有娘了 还有娘了 是 早点睡吧 睡吧 我然后就会这儿 我带你 那边 我带你 那边 我带你 我带你 那边 那边 我带你 那边 那边 我带你 给 给我啊 谢谢 哎 别动 你怕走的火 这谁啊 分点算是的 谢谢你啊 错了 我来教你 你看 从这里绕过去 再这样回来 你看 你可真行啊 这算什么 你看这个 你看 这是什么 蚂蚱 手可真巧 你快点来教我吧 俺哥哥别喊大三岁 今年二十了 明年我也满二十了 俺弟 都让白贼给害死了 找不到俺哥哥 我可怎么替他们报仇啊 多多 你放心 每次战斗的时候 我都替你多干了几个白贼 看你有点出息 给 给你的 给我吧 嗯 但我可不刻意吧 给你就吃啊 你以为天然掉下表 就正好掉到你头上啊 我告诉你 俺可是有条件 有啥条件 快说 我想干嘛你的枪 我就知道你惦记这个了 绝对不像 不就是一把枪吗 有啥了不起的 红军住在俺家的时候 俺男人还交付俺吹过军号呢 啥 你男人 也会说军号 啊 我才不信了 信不信 有你 大队 你看 大家在一起走了这么久 也算是好兄弟吧 你怎么那么小气啊 再说 咱们也算是相里相亲的 你就给我看看吧 我就看你注意 不行 这是违反纪律 这样会出人命吧 这就行 好啊 你这白眼啊 我白给你编操鞋了 你吃 还不如喂狗呢 你就别怪本姑娘 都客气了 干干干 行行行 为什么叫雅姑 你又不雅 我小时候给地主家干活 挨了打就一声不吭 后来 我干脆一句话都不说了 他们都叫我倔丫头雅姑 可慢慢的 我觉得这名字也挺好的 省得费脑心说话了 好了 雅姑 我 我想 我能提个请求吗 什么请求啊 我离开家的时候 我媳妇也有了 我想听听孩子的声音 行吗 好吧 听见了吗 他还踢我呢 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啊 听说那几个女人里边 有你家婆娘 嗯 我不是怪你 可咱们是有纪律的 你不能带头违反纪律 怎么样 你表个态吧 连长 既然你让我说 那就说了 说老实话 我有意见 有什么意见 直说 我觉得心里憋屈的话 那几个女人 确实有我们家婆娘 可我觉得对不起她 在家 白匪追杀他们 到了部队 你永远要赶他们走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让我自己老婆都保护不了 连长 你让我怎么办 倒是没有你 你老婆娘 你 大全啊 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 可咱们是红军 咱们是作战部队 咱们是有纪律的 我又能怎么办呢 我这样做也是为他们好 再说了 军法不容情了 连长 我就叫他们谈谈 好吧 好好说 别动气 叫以礼夫人 嗯 知道 早知道你会早就叫出来 我还不知道你没点心思 别闹了 我要正事跟你说 哪正事 是不是想我了 你还是回去吧 谁啊 刚把我叫出来 让我回去 我是说 让你回家 你把我叫出来 就是让我回家 我求求你了 回去吧 你们就别再给部队添乱了 连长都帮我谈话了 好啊 你张大全 这绕来绕去 就让我离你远点呗 怎么了 想我在部队给你拖后腿 给你丢人了 没错 知道给我丢人了 还不赶紧回去 你说你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 这男人都是你混蛋混去的 想什么 我没良心的 新婚之夜 你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留我一个人在家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 我守护寡妇说 还要每天提心吊胆 怕你在部队出什么事 又怕自己 那天被那白水军抓去 我还不压根 就没找到你 我这羡慕哑姑的 找不到丈夫 还有个盘头 总比在这手机强吧 你羡慕哑姑 你知道吗 雅慕的丈夫他 他在过三江的时候 就已经牺牲了 就是跟着部队走到底 他还找不到他丈夫了 一英 你就听我一句 回去吧 我们这次行动 还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战斗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开始了 一英 你们跟着我们太危险了 回去吧 我回去吧 回去吧 我不想回去 大全 回去 我教会给你 你 回来了 怎么是生闷闷不乐的 啊 怎么了 贵嫂 你说这男人 怎么变成这样了 怎么不通情理 以前挺好的 可现在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跟我说话 就跟嘴里放了渣蛋似的 小打声都睡着了 都睡着了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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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呀 拿着快点 小心啊 小心 快快走 快来来 路上 小心啊 小心点 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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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 多少人 固定一个影 快撤 你们先撤 我带空中去阻击敌人 你们先走 我来掩护 走 你那时候会不会是不被碰到白匪了 快走个大门 那雅姑 你能行吗 我背你吧 你杀你能背吗你 不用不用 我能走 我能走 快走快走 快跳 我也要 快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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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长的事是怎么样 没想到 连长是被炸弹震晕的 受一些轻微的擦伤 连长醒了 连长醒了 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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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你们 你们还没走 都回来干嘛呀 整天一群婆娘跑来跑去 像什么部队 都给我走 别让我再见到你们 我同人情了家伙 连长 你就别再骂他们了 刚才是他们救了你 连长 他们救我 怎么可能 没错连长 刚才是二妞吹句号 把白米吓走的 二妞 没想到你真会吹句号 真的连长 刚才要不是他们 行了行了 老伯爷我干嘛 我快死了 带干嘛干嘛去 连长 那你是同意让我们留下了 谁说的 我说过这话吗 别以为救了我就能留下 等到安全的地方都给我走人 谢谢连长 谢谢连长 行了行了 一群没规矩的家伙 疼吗 真的很疼啊 骗你的 这点疼算啥 再大的战斗 俺都经历过 俺是故意吓唤你们的 会死的你 这个送给你 小杰 我告诉你 连长人同意让我们留下来了 你看 这占什么做我的花 好看吗 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你们 你们迟早还是要离开呢 等仗打完了 我也想一生的大胖小子 不 我还剩四五个 行吗 我们去山里挖来野菜 给战士们做了菜团子 这可是行军路上最好吃的饭了 吃饭了 吃饭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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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议 咱们给听一下最可爱的红军招式们唱首歌吧 好 大刀兔好 一位唱 吃点东西 多吃点伤口好的筷 喝点水 你不要管我 我的腿已经烂了 我再也干不起来了 我再也走不了了 你让我死吧 你 你这样做还算是个男人吗 你知不知道 你的女人是怎样在家里苦苦的等你回去 等着你活着回去 咱们明天啊 争取多采点野菜 也许啊 还能摘到山芋头呢 这么早 什么时候走到个头啊 我出去走走 这么晚 去哪去 我出去走走不行啊 我看 不是吧 你是想一个人 偷吃的半块菜盘子 什么菜盘子 你别以为偷偷摸摸没人知道 就你的来小心眼 早知道吃不了这苦 当初你就别来 什么菜盘子 贵嫂 我今天清清楚楚看见 她偷了半个菜盘子 你胡说 贵嫂 她 她血果碰人 我什么都没拿 好了好了 二牛 别闹了 你肯定搞错了 黎英她不是这样的人 咋过 我真的看见了 你们要是不信 让她把身上的东西 全都拿出来 她敢吗 对 我拿了 那要怎么样 黎英 黎英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又能怎么样 现在吃的越来越少 就不就那天就断了凉 我这是给人家大拳的 我心疼大拳 你们谁心疼 谁要管得管 好好好 别吵了 别吵了 会找她吃的 会找她吃的 别吵了 别吵了 黎英 黎英 刚才是俺不好 俺不知道 俺你道歉 说我做错了 有什么好道歉 黎英 俺这个人 直肠子 说话常常 没头没脑的 你别往心里去 你是不是直肠子 跟我有啥关系 你就别说气话了 俺知道 你心疼你家大拳 所以啊 俺想的好主意 你有什么好主意 那行啊 你不是咋知道 行不行啊 你还想不想让你家大拳 吃的好的 那想倒想 那可 可是啥啊 你平时挺麻利的一个人 你就干去吧 那行 那行 我问他 我 差点 我 是 快点 快点 太好了 终于有枪了 有了这家伙 咱们啥都不怕了 你会用吗 就我听说 他会走火 你放心 会用 你看 王老三 举举手来 你要是不偷想 就把你毙了 好好好 我偷想 我偷想 我再也不敢 不许乡亲们了 有些怪 有些怪 怪你别动 乡亲好像就在附近 会不会是敌人偷袭 有可能 提提警告 提警告 大家 要几个人 保护那顶跑去 好 来 救我 大家听我说 万事小心 跟我走 枪 我枪了 我还没弄弄的 你就想了 你 把枪给我 哪个事啊 连长 他们趁我睡着的时候 把我枪偷走了 连长连长 我不是想给战士们弄点吃的 你们懂个屁 以为红军战士都是傻子 放着满餐的野味不吃 硬在这饿死了 你们在这看什么 过去紧急击击击击击 准备转业 快 你们呢 我没法跟你们女人讲道理 我让你们留下 不是让你们添乱的 我告诉你们 到了安全地方 都给我滚 你 你少打枪的主意 要不然对你不客气 贵嫂 我们怎么了 不就打着野兔子吗 就是吗 你们床大祸了 你们知道吗 太不懂事 你们太不懂事了 混着干什么呀 快走啊 走啊 走啊 走 贵嫂 这到底怎么了 红军内心 你路上是不能开枪的 会抱的位置引来敌人的 你看 我说不行 你非要去 有麻烦了吧 打招呼恨死我的 我说就这样 少连累我 看你羊呢 还真把这帮龟丝子 给招来了 告诉战士们 分散开 战区有力地行 做好战斗准备 是 过来 小伙伤 小伙伤 快 小伙伤 别跑 小伙伤 小伙伤 为什么呢 是 桥谷 ades 雅公 连长 雅公他要生了 做什么了 听不见 雅公他要生了 这是难踩 什么时候生不好 能没有这时候生的 我连都爱 dil 是 连长 我们就要做服务待遇 我们再考虑一下 考虑什么考虑 咱打这为什么 你都为孩子吗 要他们活着 咱们死了偷个屁 就会狠狠地打 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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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狐狸叔叔 狐狸叔叔亲一下 大丹叔叔 大全叔叔 这孩子长得还挺硬 长得像大爹 起名字了吗 这是在长征路上出生的孩子 远征吧 远征 我想 他爹一定会喜欢这名字的 好名字 远征 远征 阿姨在亲一的 以后 下你电影 去当红军 小远征的到来 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快乐 可部队马上面临了粮草缺乏的困难 找不到野菜 做不成野菜团子 看着战士们再白饿 我们这些红军家属 真是心疼呢 喝 这里头越来越稀了 来 妈妈连我吃的都给不了你 妈妈对不起你 老姑 你别着急 我们再去想想办法 弄点催眠的东西来 你先吃口 先吃口 不哭啊 不哭不哭 不哭 主林 大招大招 到 你们三个上山 把老乡买点粮食 干电装饰 谁在乡 上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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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正买不到粮食 小眼镇可怎么办呀 咱们得好好想想办法 嗯 多多 把这个先给亚姑姐送过去 快 队长 亚姑姐不见了 亚姑 亚姑 同志 怎么样 抓着了吗 啊 小眼镇会活下来吧 会的 他们都会活下来的 贝嫂 亚姑和小眼镇 一定会没事的 过去是我不好 我从来不为别人着想 总想着自己 这荒山野岭的 我真害怕 万一他娘俩有个好感 不会的 按铁柱哥说 凡事 要往好处想 要往好处看 一切 就都会有希望了 那希望是什么 红军就是希望啊 红军就是咱们大救星 红军 要让前面下的人民 都得到解放 嗯 我从小命苦 没爹没娘 从地主家逃出来 他挨过洞 受不了 就铁柱哥救了 这一辈子 就都是他的了 他参加革命 不怕牺牲 俺也不怕 总有一天 俺也像他一样 扛着枪 去参加战斗 给 给我呢 嗯 俺知道 你一直喜欢这顶军帽 送给你吧 俺相信 你是一名坚强的女战士 像吗 像 要是再穿上一身军装 那就是一名真正的女战士了 嗯 让同事们到前面搜集搜集 找个地上避避雨 出家这么久 只好是第一次下这么大的雨 大家好久都没吃东西了 上哪弄点东西去啊 雅姑姐 雅姑 雅姑 什么 孩子呢 送给老乡了 我没有奶水 喂不了他 你怎么能送人呢你 你以后怎么找啊 孩子他爹回来了 你怎么交代 你别瞒我了 我都知道了 孩子他爹 已经牺牲了 既然我嫁给了红军 我生是红军的人 死是红军的鬼 即便是死 我也要跟着红军 报告 您长 师傅发电报 国民党的追兵追关了 有多少人 现在还不清楚 你带领一个小分队 去摸清敌人的火力状况 是 到此其他人 紧急集合 是 进入战斗状态 我们边站到 边往山里撤 好 你带几个战士 负责保护伤员和红军家属 一定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是 负责保护伤员和红军家属 滚 我杀了你们 我要杀了你们 我们现在在这里 如果我们顺着这条路走 会有一条峡谷 那样我们的速度会很慢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们顺着这条路走 虽然远了一点 但是速度快 敌人不容易追 别人乍得到远 找我们什么事 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 让我们去 你们先坐吧 连长你说吧 就算上单场 俺们几个也没问题 那我直说 你们几个在部队 时间也不短了 我实话告诉你们 你们跟着我们 永远也找不到部队 这是为什么 是这样 我们这支部队 只是红军主力的一个加强员 我们的任务是 随时听后上级的指示 随时随地的改变行进方向 来引开敌人 对主力部队的追击 你是说 这支部队的行进方向 有可能和红军主力 完全相反 不是有可能 而是就是 今天这场战斗 就是战略部署之一 从现在开始 我们每时每刻 都有和敌人遭遇 和交战的可能性 你的意思 就是我们一直在和 白斐军斗圈了 对 所以今天我叫你们来 是想告诉你们 又想告诉俺呢 跟着对我不太危险 还是老一套 不就是想这么说吗 不就是怕给你们添麻烦吗 不是怕给我们添麻烦 你们都是红军家属 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 来 你们看啊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你们要顺着这条路走 和我们的刑军路线 完全相反 过了汽水 那个地方就很安全了 大神 你告诉我 这些都是真的吗 是真的 不信 我不信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李英 你走吧 你们都回去吧 我不想你看着我死 李英 你听我说 我不听 我不听 新婚之友就离开你 是我不好 可我不想连累你 更不想你为了我 把命也搭上 李英 答应我 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活了解放的那一天 那我张大辰就是死了 也值了 张大辰 你没良心的 你去我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我 我 六岁那年就说过了 你走到哪儿 俺就跟到哪儿 哪怕是死 还想跟你死在一起 你懂吗 李英 不管那说啥 俺才不信 战斗 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 这无非 就是想赶走咱们的最后一个办法 咱们 该干啥干啥 千万别被他们给吓住 那要是真的呢 我不走 我还要掺杂战斗 我七手杀了他们 就这么决定了 好 来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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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真正的红军战士那样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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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